沙特连在第17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利亚德胜利在主场迎战布拉戴合作 这场比赛塔利斯卡没有首发 而是坐在替补席上 在进攻端 利亚德胜利主教练 鲁迪·比加西亚派上了C罗 叶海亚 萨米·比纳吉和阿卜杜勒拉赫曼·比加里卜的组合 阿里比·哈桑和古斯塔沃搭档双后腰 从首发球员的总身价来看 利亚德胜利明显战绩优势 是不赖带合作的两倍多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C罗就尝试一脚远射 力量很大 只可惜稍稍高了一点 5分钟后 叶海亚也是来一脚远射 他则是踢偏了 第17分钟 利亚德胜利进球了 C罗在中场送出手术刀般的协赛球 加里补前插 突入禁区 单刀推射圆角 球进了 这里进球C罗有很大的功劳 他的传球实在是太漂亮了 堪比德布劳内 3分钟后 阿里比哈桑进区湖顶起脚远射 稍稍偏出左侧立柱 第31分钟 C罗在进区前沿晃开角度后起脚抱射 这一次踢得有点正 力量也不足 门将稳稳把球抱在怀里 6分钟后 叶海亚在进区右侧带来抽射 也是被门将没收了 半场临近结束 加里补在进区内疑似手球 但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半场结束 利亚德胜利1比0领先 在中场休息时 走下场的C罗怒斥裁判 抗议他不给点球 利亚德胜利上半场有八次射门 进了一球 而布赖戴合作上半场 只有可怜的一次射门 没能进球 下半场一边再战 第47分钟 布赖戴合作就进球扳平比分了 梅德兰电射破门 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2分钟后 C罗差一点进球 只可惜他的近距离射门被门将身脚挡出 第66分钟 卡纳突入禁区起脚低射 球进了 但是又未在先 进球无效 利亚德胜利逃过一劫 第78分钟 利亚德胜利再次取得进球 C罗在门前停球停大了 提球刚好来到马度身前 马度抽射破门 C罗又收获了一个助攻 最终 利亚德胜利2比1险胜布赖戴合作 在下后Safaskor的评分中 C罗得到全场最高的8.4分 他四次射门 三次射阵 零进球 但送出了两个助攻 还有四次关键成球 两次成功真顶 显然 C罗的表现 绝对配得上这样的评分 他在前场的威胁太大了 C罗近三场比赛 已经直接参与利亚德胜利的7个进球 状态太火爆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